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总统享有主动提名权 2 经地方立法机关一决之自治条例定有罚则者 1 地方制度法之规定 应建行下列何种程序 C 分别报经行政院 中央各该主管机关核定后发布 3 依据宪法增修条文规定 司法院大法官之选任方法为何 A 由总统提名 经立法院同一任命之 4 关于司法院长理之事项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C 审理政 副总统罢免案 5 下列何者系立法委员不得兼任之职务 D 我国驻外大使 6 关于不信任案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C 不信任案通过后 总统经咨询立法院院长后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7 有关立法院职权之行使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D 所有议案皆需经过三读会议决使得通过 8 1 宪法增修条文及相关法律之规定 关于总统 副总统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D 总统 副总统之罢免案经通过者 被罢免人自解除职务之日 其四年内不得为总统 副总统之候选人 9 1 司法院大法官解释 下列何者为限制人民之居住或迁徙自由 D 行政机关公告禁止人民于住宅前之旗楼摆设摊位 10 关于言论自由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V 媒体对于报导事实需证明确属真实 使能免责 11 某国中生应经常逃学 结是犯罪组织成员 依法律规定令入少年感化教育机构施以感化教育 于该机构感化教育期间不得外出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D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释一指 限制经常逃学于犯少年人身自由 不符比例原则 12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释一指 关于宪法第15条财产权之保障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C 于依法征收都市计划道路用地前在该地埋设地下设施物 若对于土地权利人权利行使构成特别牺牲者 应给予补偿 13 关于宪法上保障人民信仰宗教自由 依司法院是自第490号解释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C 人民得因为信仰宗教而拒绝服兵役 14 有关宪法保障之居住自由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 居住自由旨在保障人民居住之住宅不受毁损或破坏 15 我国实施全民健保制度 1 司法院大法官之见解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B 全民健保费具有分担精性值 1 投保薪资而非将来受领给付之多寡计算保费 符合量能负担之公平性 16 债务人欠债权人10万元借款债务 债权人接受钢琴一价 以为清偿 此称为 D 贷物清偿 17 下列关于民事法院处理案件适用法律之叙述何者错误 B 无法律规定时可拒绝审判 18 贾 已共有A土地 应有部分各二分之一 贾 以其应有部分设定抵押权与柄 A土地分割为B C2B土地 贾分得B土地 以分得C土地 下列何种情形 柄之抵押权已存于分割后B C土地 A 柄之西分割之事实 19 中华民国宪法之内容结构 最类似下列和布宪法 C 德国威马宪法 20 下列有关实体法与程序法之叙述 何者错误 D 实体法中不可能含有程序之规定 21 下列何者为中央法规标准法第二条与第四条所指之法律 A 民事诉讼法 22 下列债权 何者可得让语或可不经债务人同意进行让语 D 已经起诉之人格权被侵害之非财产上损害赔偿请求权 23 一地方制度法第26条规定 称限 是 规章者 其性直系纸 A 自治条例 24 下列何者非属于公法性直 C 消费者受害之赔偿 25 一司法院是自第649号解释 下列有关人民选择职业应具备之客观条件之叙述 何者正确 D 从事特定职业之条件限制 非个人努力所可达成者 属于客观条件之限制 26 下列关于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裁量之叙述 何者错误 V 若法律构成要件使用不确定法律概念 行政机关在具体个案含设时 具有判断余地 不受司法审查 27 下列何种请求权 无二年短期消灭时效规定之适用 A 交付买卖标的物之请求权 28 有关教唆犯之叙述 下列何者错误 V 被教唆人实施犯罪警达未遂 完成教唆行为之教唆犯人应论以计罪 29 一性别工作凭等法第15条第5项之规定 受雇者与其配偶分免时 雇主应给予赔产假多少日 C 五日 30 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应何种事由 已从被继承人受有财产之赠予者 应将该赠予价额加入继承开始时被继承人所有之财产中 作为应继财产 C 分居 营业 结婚 法学知识考古题 105年司法 移民行政特考三等 法学知识 E 总统于下列何种情形 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D 立法院通过对行政院院长之不信任按时 2 下列何种事项可能产生国家赔偿责任 A 台北市立高级中学教师之教学活动 3 一司法院大法官解释一指 下列有关宪法第23条比例原则之叙述 何者错误 A 行政法中有关罚还之规定 不论法定财罚额度高低 如以预留是违规情节轻重而与处罚之财量范围 即与宪法第23条之比例原则无为 4 下列何者属职业选择自由之主观条件限制 D 规定中参技术是证照条件 5 一司法院大法官解释之一指 有关居住 迁徙自由之叙述 下列何者错误 V 大陆地区人民需经主管机关许可 方得进入台湾地区 大陆地区人民既无自由进入台湾地区之权利 其合法入境后 也不得主张居住迁徙自由之保护 6 下列何者不属于宪法第8条所保障人身自由之范畴 D 限制亦难出境 7 有关秘密投票原则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C 选举人于投票后离开投票所 得主动告知他人投票内容 8 下列何者不隶属于行政院 B 审计部 9 下列何者非地方制度法所称自治法规 B 违办条例 11 宪法增修条文第三条第二项 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之规定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D 立法院对于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赞同时 得已决议以请行政院变更之 行政院对于立法院之决议 得经总统之何可 以请立法院复议 11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七条规定 立法院依宪法规定所议决之议案 下列何者应经三读会议决 C 预算案 12 关于立法院常会之召开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自行集会 13 下列关于法官身份保障之叙述 何者错误 A 法官因为具有终身职之保障 不得因职务行为受到刑事处分 14 依据现行试现实务 在人民申请之试现案 下列何者不属于大法官的审查之课题 A 行政处分 15 下列何者为监察权行使之对象 D 考试委员 16 下列有关强行法与任意法之叙述 何者错误 D 民法通常为任意法 所规范内容均得由当事人和一约定加以改变 17 有关法律优位原则之叙述 下列何者错误 C 不适用于己付行政行为 18 关于公法与司法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B 公 司法区别时意主要在于法律救济途径不同 19 以法之渊源为标准 可分为 C 固有法与记受法 20 下列法规何者未接最低 D 自制规则 21 下列债务 何者可得互相抵消 C 互付清偿地不同之金钱债务 22 假男以女结婚之后 得收养下列何人为养子女 A 假男姐姐之女儿 23 下列何者非属有权解释之范畴 D 学理解释 24 一 地方制度法之规定 下列何者非自制规则之法定名称 A 通则 25 关于法律制定之叙述 下列何者错误 V 立法院会议 需有立法委员总额二分之一出席 使得开会 26 有关共有物分割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V 约定共有物不分割之期限 不得于五年 但共有不动产有管理之约定时 不得于十年 27 假为社会局公务员 于某日制宜的住家进行家访执行公务时 窃取宜的手机 关于刑法第134条准读职罪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V 若假是在前往已宅的路上时或手机 亦属本罪之利用机会 28 下列有关著作权之叙述何者错误 V 著作权保护制著作人死亡后五十年 29 依据劳动基准法规定 雇主应歇业 清算或宣告破产 本于劳动契约所基欠之工资未满六个月部分 经劳工请求未或清偿者 劳工得向下列何者请求电长 V 基欠工资电长基金 30 根据性别工作平等法第23条之规定 雇用受雇者100人以上之雇主 应设置托儿设施 如果未能遵守 下列有关法律效果之叙述何者错误 A 既然是应作为而未能遵守 主管机关自得根据本法第六章法则规定可处罚还 法学知识考古题 105年一般警察特考4等 法学知识 以地方自治团体依法律 上级法规或规章规定 在上级政府指挥监督下 执行上级政府交办之非属该团体事务 而付其行政执行责任之事项 称为 V 违办事项 二 一 宪法增修条文之规定 水资源的基本国策为何 V 重视其开发利用 三 关于考试院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V 公务人员保障即培训委员会隶属于考试院 四 一 宪法及宪法增修条文之规定 下列有关司法院大法官任命及职权之叙述 何者错误 V 大法官无统一解释命令之权 五 下列何者违宪法直接保障一般法官地位之规定 V 终身职 六 关于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宪法职权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C 原因案件申请人与法律被宣告违宪后 不待其失效 即可提起再审 七 下列何者非属行政院院长之职权 A 发布紧急命令 八 下列何者非属行政院会议之成员 C 审计长 九一司法院是自第613号解释一旨 有关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委员之任命方式 需符合下列何项原则 C 行政议体原则 10 关于复议制度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D 复议案之提出需经总统何可 11 下列何者无需进行政院会议之已决 C 内阁人士之决定事项 12 一 宪法及宪法增修条文之规定 关于国民经济及产业发展 下列何者非属国家应与奖励事项 B 民营银行 13 有关我国总统权限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C 国家机密特权源自行政权固有权能 但其并非宪法上之绝对权力 14 有关公民投票法之规定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C 有关法律立法原则创制案之公投结果 仅具有参考性效力 15 下列何种法律具有实现人民创制及复决权之功能 A 公民投票法 16 下列何者并非我国宪法名文列举之基本权力 D 隐私权 17 一 司法院大法官解释一指 下列何者为侵害人民之诉讼权 D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诉讼采二审终结 不得再审 18 某国立大学限制其专任教授不得在校外兼课 可能侵害该教授之下列何项基本权力 C 职业执行自由 19 关于信仰宗教自由之叙述 下列何者错误 D 未办妥财团法人登记或寺庙登记之神坛无法享有免税之权力 有违宪法保障信仰宗教自由之一指 20 下列有关公务人员行政中立之叙述 何者错误 A 公务人员于弹性调整上班之时间内 得从事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之宣传活动 21 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释 下列何者非属国家为保障人民集会自由因采行之措施 D 排除相议立场者之反制举措 22 有关言论自由之保障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V 受言论自由所保障之言论必须具有学术性 23 关于宪法上震荡法律程序原则之叙述 下列何者错误 D 对今许可入境之大陆地区人民 无需给予申辩机会及得进行强制出境 24 下列何者属于宪法增修条文规定应积极维护发展之多元文化 A 援助民族之语言及文化 25 未巩固国权 保障民权 奠定社会安宁 增进人民福利 制定本宪法系规定于 A 宪法前言 26 有关性别工作平等法中哺乳之规定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 哺乳之规定人由国际劳工组织在第182号母性保护公约中加以肯认 C 哺乳必须由女性受雇者将未满一岁之子女带到工作场所哺乳是亲自哺乳 27 受雇者于育婴留职停薪期满后 申请复职时有下列哪种情形 并经主管机关同意者 雇主得拒绝 A 因公司亏损导致必须大量裁员 但仍需给付资前费 28 投保单位故意为不合劳工保险条例规定之人员办理参加保险手续 领取保险给付者 医劳工保险条例之规定 如何处理 C 保险人应依法追还 并取消该被保险人之资格 29 医劳动基准法之规定 雇主不按其给付工资者 主管机关得为下列何项行为 B 限期令其给付 31 全民健康保险法第55条之规定 于台湾地区外 应紧急分娩 须在当地医事服务机构立即就医者 得向保险人申请和退自电医疗费用 又其申请和退自电医疗费用之期限 下列何者正确 A 门诊 急诊治疗当日或出院之日期6个月内 31 下列有关著作人格权之叙述 何者错误 A 著作人格权仅得由著作创作人享有 32 下列有关股份有限公司经理人之叙述 何者正确 C 经理人之委任 除张成有较高之规定者外 应有董事会以董事过半数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过半数之同意 33 甲 已相约杀害X 甲负责下手杀X 已负责在现场把风 甲顺利将X杀害而成立杀人计罪 共同证犯之已应如何论罪 A 成立杀人计罪 34 关于数罪并罚之叙述 下列何者错误 A 宣告多数没收者分别执行之 35 有关犯罪成立要件 下列何者不需于行为时即已存在 D 因果关系 36 下列何种请求权 55年短期消灭时效规定之适用 D 租车公司应出租轿车所得请求之租金 37 民法有关婚生子女的规定 下列叙述 何者正确 A 不受婚生推定之子女 其身父与生母结婚者 视为婚生子女 38 假象已成租一基地盖房屋 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B 该基地租赁的租期不得于20年 39 夫妻间之法律关系 下列叙述 何者错误 C 妻官已夫姓 罪夫官已妻姓 但当事人令有约定者 从其约定 40 有关比例原则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A 比例原则又称为禁止过度原则 41 总统 副总统军缺位时 应如何处理 C 由行政院院长代行职权 42 宪法增修条文第十一条规定 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间人民权利义务关系及其他事务之处理 得以法律为特别之规定 试问以下何种法律 为此一宪法规定授权制定者 V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43 2 各类四事项 法律仅对其一有规定 对另一却未规定 若任二者应获得相同之结果时 可采取下列何项解释方法 以填补法律规定之缺漏 C 类推解释 44 关于准用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C 准用必须为法律所明定 45 1 中央法规标准法规定 下列何者并非法律所应使用之名称 A 准则 46 1 中央法规标准法之规定 法律之制定 应经何程序 D 立法院通过 总统公布 47 高中以上学校 得于一般名额之外 保障原住民学生入学机会 旨在贯彻何项宪法基本国策 C 保障 辅助原住民族教育文化 48 下列有关原则法与例外法之叙述 何者错误 D 法条之但书规定 通常规定在另外一个条文 49 下列有关法理之叙述 何者错误 V 法理得作为刑法处罚依据 50 下列有关各种法系叙述 何者错误 D 东亚法系包括中国 印度 法学知识考古题 105年一般警察特考三等 法学知识 亦依据宪法及宪法增修条文规定 下列何者非属监察院之职权 D 同意权 2 关于人民提起知识宪案 如司法院大法官解释认为确定中局判决所适用之法律或命令违宪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V 申请人得救原因案件提起再审 3 针对总统弹劾案 如今全体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决议通过后 应向何者提出弹劾案 D 司法院大法官 4 我国立法委员之选举采取下列何种方式 D 单一选区两票并立志 5 依据宪法增修条文规定 下列何者非属解散立法院应有之程序 V 行政院院长咨询立法院院长 6 下列何者非属行政院所辖二级独立机关 A 非航安全调查委员会 7 依据宪法第77条规定 我国最高之司法机关为何者 A 司法院 8 依据宪法第23条规定 公权力干预基本权必须符合制要件 下列何者不属之 D 必须以刑事异议之法律为依据 不包括法规命令 9 依据司法院大法官解释一指 对于结设自由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V 法律要求政治团体之运作亦必须遵守民主原则 10 房屋所有权人应提供私有土地工作法定空地 作为棋楼等公公众通行 没有补偿金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D 对人民之限制上属轻为 位于比例原则 所以无庸补偿 11 依据司法院是自第587号解释一指 子女得以或知其血统来源 确定其真实父子身份关系 攸关子女之下列何种权利 D 人格权 12 假如有规定对服完兵役者参与大学指定科目考试予以加分 则为或加分者得主张下列何种权利 C 平等权 13 依据宪法第155条规定 国家为谋社会福利 应实施社会保险制度此项规定之法律性职为何 C 宪法委托 14 上级政府或主管机关对于地方自治团体办理自治事项 依法应为下列何种监督 A 是法性监督 15 关于地方自治团体之财政自主权 依据司法院是自第550号解释一指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D 中央如有增加地方自治团体财政负担之立法措施 除有地方自治团体代表之程序参与外 并应经其同意 16 甲公司为使员工更了解国际金融趋势 提供员工参加相关课程之机会 以男与丙女受雇于甲公司之同一单位 主管丁以丙身为女性下班后仍需照顾小孩为由 将该名额直接给予以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V 教育训练不得因性别而有差别待遇 17 雇主终止劳动契约 依劳动基准法必须预告者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D 雇主为依法律规定期间预告而终止契约者 应给付预告期间之工资 18 甲公司透过所控制或营运之系统或网络 以有限或无限方式 提供资讯传输 发送 接收 及于前开过程中之中借及短暂储存之服务 而其客户经查涉嫌侵害他人之助作权 下列叙述 何者非属该公司得主张免责之要件 D 为直接自使用者之侵权行为 或有财产上利益 19 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规定 关于消费者健康与安全之保障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V 从事改装 分装商品或变更服务内容之企业经营者 若对于损害之方面 以尽相当之注意 或纵加以相当之注意而人不免发生损害者 不需与设计 生产 制造商品或提供服务之企业经营者 负连带赔偿责任 20 关于构成要件故意的叙述 下列何者错误 C 故意包含对于客观处罚 可罚性 条件的认知 21 关于刑法第277条第二项犯伤害罪至人与死之罪名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V 属于加重结果犯 22 关于有权代理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C 有效的代理权授与 应经代理人同意 23 依据民国97年5月2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亲属边规定 下列有关结婚要件的叙述 何者错误 C 民法修正前有举办结婚仪式 人应在办理结婚登记 否则婚姻无效 24 下列何种行为 受辅助宣告之人不必得辅助人之同意而能发生效力 D 购买自行车 25 下列何者 系由平等原则衍生而来 D 行政自我拘束原则 26 法律限制曾有强盗罪前科者 不准办理营业小课车驾驶人职业登记 此一规定限制了人民的何种宪法权利 A 工作权 27 办理律师 会计师等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之考试 是哪一个政府机关的职权 B 考试院 28 依据宪法第170条规定 本宪法所称之法律 未经立法院通过 总统公布之法律此为下列何种解释方式 A 立法解释 29 下列何种自治法规 应经地方立法机关审议通过 A 嘉义县游民安置辅导自治条例 30 下列有关公法与司法之叙述 何者错误 D 行政机关与人民间之法律关系皆为公法关系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